各位投資朋友們好 我是路易斯 歡迎收看今天的盤偶影音 那小鹿現在錄影的時間點是在2月19號週六的上午的10點45分左右 跟各位投資長分享週五的行情觀點 那昨天因為小鹿去參加這個CMoney的活動 所以昨天沒有辦法錄製影音 那今天跟大家來分享昨天的行情的一個觀點 那今天是週六週日 那小鹿先祝福所有的投資朋友們 六日都能夠休假愉快 都能夠心想事成 趕快來看大盤指數 那昨天小鹿再看一下美股的收盤 其實昨天美股又開始震盪非常的劇烈 因為有消息指出拜登說俄羅斯已經確定要入侵烏克蘭 這個戰爭的消息又來了 這其實最近這種戰爭的消息面也持續影響整個台北股市 像我們的週五台北股市開利就在開了100多點 150點左右的一個下跌 慢慢的又開始洗上來 那大家會發現市場上對於戰爭這個疑慮 慢慢的有一點淡化了 為什麼 因為一直講要打不要打 要打不要打市場已經漸漸疲乏 對於這件事情的恐慌程度也漸漸會淡化掉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倒是認為我一直跟學員報告 其實這種戰爭非經濟性的因素你不用去想 你也不用去擔心 為什麼 因為你掌控不了的 因為你絕對掌控不了 小路也掌控不了戰爭的事情 我們畢竟都不是軍事專家 就算我們是軍事專家又如何 這個東西本來就不是我們該去擔心跟關注的 我們還是得所有的投資都回歸到基本面這個邏輯去看 你要去想想看 戰爭到底會不會導致各股的基本面往下滑 如果不會只是地區型的小戰爭 個股因為非理性掉下來 你到底該去砍它還是該去買它 你要好好去思考這個問題 你要把理性放在投資之前 它才能夠保護你 指數開地之後一路往上拉 當然這個地方因為 各位我說過台股這個地方 你真的要看空是很辛苦的 因為台股有非常好的本益比不高 15倍而已 非常高的殖利率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去砍台北股是你很容易殺在低一點 你很容易殺在低 因為這裡沒有沒有貴的理由 各位這裡沒有貴的理由 所以開低之後一路往上拉 你看這個上漲下跌加速 雖然指數還是跌了36點 但是上漲加速還比下跌加速多了200加 所以沒有必要那麼恐慌 沒有必要那麼恐慌 漲幅最強的是航運 航運不論是散裝或者是貨櫃 今天的表現都非常的不錯 其餘第二強勢是在生技 再是電子零五件漲幅就沒那麼大了 有沒有今天族群 全部都圍繞在航運族群當中 為什麼 他們是基本面非常好的一個族群 位階也相對低 所以你會發現 位階高的股票市場上不一定願意買單 位階高的 因為現在可能要升息循環要開始了 甚至激進一點還會有縮表的疑慮 所以又高通膨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那類所謂的高估值高本益比的科技股 本來壓力就比較龐大 比較沒有疑慮的位階比較低的 不就是航運族群嗎 對吧 這比較低位階比較安全不用追高 所以今年度的投資 我跟各位投資朋友們講 我也跟所有學生講 今年你要重安全 今年你要重視安全 你不要整天衝來衝去 動能交易衝來衝去 今年度不一定會好做 因為今年的升息的狀況真的會出現 那資金真的會被抽走 所以今年度的投資心理手中穩健 一定要手中穩健 不然你的風險會超大 風險會超大 我這一直跟一再提醒大家 所以不要做太過激進的操作 不要追高 所以市場之一就 我湧向這種比較不追高的族群 OK 跌幅最兇的是在電子半導體這個部分 為什麼台電跌 台電屬於什麼 台電在美股掛牌ADR 它本身就是美股的科技股之一 所以納斯達克掉下來 台股就會掉下來 台電掉下來 台股就會跟著一起掉下來 邏輯大概長這樣子 所以它多少點收到台電控盤 所以台電你會發現台電好像 拉了一波之後 很久都沒有強勢了 原因是因為美國的科技股不強 美國科技股不強沒有一個帶頭的領頭羊 它本來就很難動 本來就很難動 這裡的指數我跟大家報告過 這個地方 是不是容易打第二隻腳 有沒有 我是不是跟大家報告 拉上來之後拉回 這裡很有可能是第二隻腳 所以你千萬不要去什麼 看空悲觀殺地都不需要 OK 慢慢談了起來 目前在這邊做橫盤震盪 站在所有均線之上 所以這個震盪偏多格局 長線當然是多頭格局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台北股市 你千萬不要看空的邏輯 就是它沒有理由看空 好不好你一定要做多 而且手中一定要多單 手中一定要多單 好 家運指數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因為台電只要不掛點 家運指數怎麼會掛點 問題一直都在OTC 我講過很多次 我問題不是在加權 OTC今天開地之後 一路往上拉 甚至還漲了0.5個百分點 中央型股票禮拜五是比較強勢的 上下一家數明年多了100家 從族群性來看 一樣航運很強 航運最強 OK 再來就是觀光跟鋼鐵 鋼鐵也是位階低 基本面非常好的一個族群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你會發現資金真的慢慢湧進這些族群性 反而是之前比較高位階的科技股 高位階的電子股 或者是一些比較沒有賺錢的投機股票 壓力就會比較龐大 壓力就會比較龐大一些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的是 今年你真的要注意那五大族群 我講過很多次了對不對 原物料 基礎建設 民生必需金融跟什麼 高值利率 這五大族群你一定要從今年的頭 關注到今年的尾 你會發現這幾個族群非常的穩健 而且是在今年度有機會在升級循環當中 打敗大盤指數的 你去看歷史 你看歷史這五大族群 基本上都是在升級循環高通朋友階段 打敗大盤的幾個族群 所以今年度特別提醒大家留意 好貴买指數我跟大家報告什麼 我跟大家報告的是 各位 在貴买的基期是高還低 在半年限附近是基期會高嗎 當然不會高 所以基期在低的狀況之下 我是不是說最近在挑戰烏俄戰爭移雲的缺口 今天收221.14 今天收221.17 小幅度佔上 雖然量能只有500億 非常少 沒有人要交易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情緒是不是低迷的 各位 OTC的情緒是很低迷的 低迷 低迷才有好買點 各位 行情如果很樂弱 你又要追高了 行情現在低迷 還不趕快買 不是嗎 對吧 所以這個位置 我跟大家報告 你一定要持有多單 因為後續OTC開始拉 你手中股價就會開始賺錢 而且現在的風險不大 因為在半年限而已 現在在半年限的位置 所以半年限位置 你一定要進場去佈局 設好你的停損 你就可以進場 就這麼簡單 好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的策略教育 是不是跟大家報告 我們持有多單嗎 我們是不是持有多單 就是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因為你要看懂這整個大盤的局勢 基本面沒問題 對吧 殖利率又高 有機會抗通膨 最後我們來關注一個 叫台幣 各位台幣往上走 台幣往上走叫貶值 往下走叫升值 各位這升值的態勢有改變嗎 最近有小部分回變 因為美元轉強 但是整體的格局沒有改變了 整體格局沒有改變了 還是一個升值態勢 所以我自己的觀點是這樣子 我自己的觀點是 戰爭導致的盤勢過度的震盪 但是好的基本面的個股 不可能被埋目 絕對不會被埋目 只是你要給他時間發酵 像OTC目前就在沉澱 沉澱完了我認為就會上去 我認為就會上去 因為其實OTC還是有非常多 低本一筆高直立率的好股票 為接下來又相對低 就是你的投資機會 就是你的投資機會 你不要等漲上去 你才相信真的會漲 然後開始追高 又回到最高沙地 永遠又要回到這個回圈當中 不需要 好不好不需要 我認為這是不治的做法 我不治的做法 這是我的觀點 當然不一定對 我當然不一定對 只是我就是這麼看的 好不好 我就是這麼看的 好再看籌碼部分 外資連三買 在週五買了64.7億 投信繼續不離不棄 買了11.9億 內資基本上這一個月以來 是全面性的買超 在期貨空單的部分 大概是17,209口 其實也不多 2萬口以下 也沒有什麼太高的緊接水位 融資開始回流 增加了22.6億 融券也在增 巴浪庫的部分又繼續做一個小買 所以整體來說 內資很積極在做多 外資現在回流 所以這指數就是往上看 普攻 ratio 1.28 中性偏多來看 所以整體的籌碼數據來看 其實還算是相對中性偏多的 所以籌碼沒問題 基本面沒問題 指數方面 也在長期均線附近 或者是目前嘉義指數已經要轉強 所以台北股市 你還是要做多 就算下週一 因為戰爭的影韵開低了 洗一洗你還是要往上看 好不好 你洗一洗你還是要往上看 這是我的觀點 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各位你做的是個股 你做的不只是指數 所以個股當然會不會受到指數影響 肯定的 除了這個之外 你還要關注什麼 來 你還要關注的東西叫架構 來小路調整畫面讓大家看 我們來看一下 多空投排的叫做指標 各位我是不是跟大家報告指標來到極端弱勢 這裡我們空投排加速70幾% 我跟你講你不要在那邊殺低了 為什麼要反轉了 說要反轉了 開始彈起來 你會發現架構真的開始狩獵 最近來講的話 多頭排加速跟空投排加速持續性的兩個都增加 代表操作難度很高 為什麼 多頭的股票有越來越多 空投股票越來越多 所以代表多空分歧還蠻明確的 目前 多空投排加速指標是不是糾結了 因為大概是各半的34%跟33% 所以這三個狀況之下 多頭的股票有 空投股票也有 所以現在就是一個多空交戰非常激烈的位置 長均先來看 多頭排加速慢慢增加 空投排加速慢慢的減少 不錯 架構整體是有結構性的轉變 所以大盤就算真的在摔 結構性只要轉強了 摔了還是開低走高 機會比較高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提醒的是架構沒問題 你就不要去亂砍股票 架構開始轉強你就不要亂砍股票 基本面沒問題就不要亂砍股票 給點有點耐心 不要搞得像自己像個投機仔 有點耐心 是有機會的 好不好 我認為台北股市還是要往上走 因為我認為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不好 好 我們趕快來看看國際股市 各位國際股市部分動盪也很劇烈 你看說梅股指數都掉下來了 有沒有掉下來 道琼 納查克又快要去測錢低 標普 費半 都非常的弱 非常的弱 尤其最弱的是科技股 納子跟費半 道琼至少還在走在橫盤震盪整理盤 有沒有 還在橫盤 S&P也至少還在橫盤 但費半都已經打一個第三波的下跌波了 納子甚至快測錢低 所以其實科技股指數非常弱勢 就提醒大家一件事 美股不是大多頭 各位這是大多頭嗎 這不是大多頭 已經轉為震盪或震盪弱勢整理了 道琼還在高檔震盪 所以我只在跟大家講的是美國指數 國際指數來看的話 基本上沒有那麼強 我沒有那麼強 所以你不要覺得說現在台股是大多頭 什麼突破都追 風險比較高 因為美股不強 德法股的部分也是一樣 這個有沒有 都在守平台區間 這平台要是真的破了 各位事情就大條 這上面2021年4月份以來的籌碼就全套了 這個壓力就很大 所以這裡目前也是危機存亡之秋 法國股市也是相對強 高檔震盪而已 好 亞洲的部分 橫升低檔位接受盤整 韓國股市超弱 各位韓國股市長這樣子 你走空 半年限度死亡交叉了 日經也是一樣危機存亡之秋 一直在箱子底部在那邊徘徊 2021年全年的籌碼已經套著了 所以亞洲股市都不強 你要小心一件事 國際股市真的沒那麼好 真的沒那麼好台股市最強的了 好不好台股市最強的 貴買相對弱勢 不過也是相對強勁的一個國家股市 我的觀點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台股的優勢 進的優勢確實是有 只是說國際沒那麼順風 你還是得注意一下風險 不要去過度追高了 所以很多的股票 小路他已經飆了兩根了 就第三根還在漲停板 不追很可惜對不對 是不追真的很可惜 但你要小心是什麼 你只看到有漲上去的 掉下來你沒看到 倖存者偏差放出來 你可能賺A要賠BC 賺A這一檔 你可能要賠B賠C這兩檔 這樣有比較好 有嗎 所以這是我提醒大家的 好不好 我提醒大家 我的觀點是這樣子 你今年都要重安全 好不好 弄個不好你翻車就回家了 好 來看個股的部分 在周五的台肌夜盤收點98點 收點98點 那就看下周一怎麼開了 基本上可能也是開低 可能也是開低 好追蹤一下策略交易的個股 然後再幫大家一起來用我們的最新推出的策略交易APP來做功課 我告訴大家什麼樣的族群你可以留意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簡報的部分 追蹤一下策略交易的個股 我們策略交易就是用穩定的SOP方法去應對萬變的金融市場 說過了方法是穩定固定的 你不要去亂搞一通 一下看A族群好強去追 一下看B族群好強去追 永遠不考慮基期 永遠不考慮基本面 總有一天會出事的 操作沒有任何的模糊空間機械化的操作 你也不用擔心想想股票哪個地方 小路也分享knowhow告訴你 我的策略怎麼設計 用哪些參數 為什麼要這樣弄 為什麼這是有效的 策略的概念基本上就是把握營收獲利數字 或者是這種獲利能力有效提升的優秀個股 把握這種轉強的訊號跟低波動度等等相關的條件 增加我們的勝率跟報酬率 第一支策略肌肉量化策略交易分享過了 8月底9月初至今分享收股要快速run一次 蓮華西隆藤大氣墊賺錢的賠錢的是南亞 再來這個策略來選出這檔個股 我說這檔個股雖然量比較小 但是它是一個穩健抗通膨的股票 今年幫你穩健賺到錢 我認為這檔沒有問題 我認為這檔沒有問題幫你賺到錢 股息也有 價差應該也有 所以這就穩定的放著 但是你可能就只能買個一兩張兩三張 部位不要太大 因為量比較小 ok 第二個策略價值成長策略交易 曲線也非常的漂亮 2850星光殘險 選出之後一律往上漲 殘險股也能漲 殘險股也能漲 而且是安心安全 較低風險的賺錢機會 你不要嗎 選出它慢慢盤 噴出去之後慢慢盤 841的伏增 最近的很強 17-18塊甚至還要到19塊過 但是一樣策略出發下降個股 換股好不好 量比較小換股 賺個便當錢 三年來週限大底 升息概念股2852的第一寶 11月17號選出 小路不會漲 盤了一段時間 好了 如果你沒耐心的 你可以做資金的一個轉移 做下一兩個二股 但後面會漲 各位 這後面是會漲的 低風險賺錢機會 好不好 學員分享多樣單 稍微參考 615隱威選出隔天操作 後面噴出去創新高 獲利放口袋 獲利放口袋 1560的中砂 一樣選出之後噴噴 一樣獲利放口袋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再來這兩個二股 私房策略交易選出它 我給他一個名字叫全能天才 全能天才排了一段 我是說他排了一段時間 但我認為他不會死 因為也沒打到停輸 也沒打到停利點 續爆 續爆好事就繼續發生 因為策略是對的 噴出 全能天才 今天禮拜五 再創收盤新高 再創還權值收盤新高 各位 這種股票 你看它的獲利能力 你看它的殖利率 這是穩定安心安全 讓你賺錢的機會 外資連買幾天了 各位是外資一路買 外資一路買不就要上去了嗎 不是嗎 形態有 基本面有 獲利數字有 法人資金也全部開始拱進來 法人也發現了完了 這是拿好股票 沒有買到 所以法人最近不是都在買嗎 很簡單 因為我們坐在轎上了 等他幫我們抬就好 等他幫我們抬就好 因為你不要去追了 這沒有追的意義 這沒有追的意義 後面就會上去了 好不好 全能天才一樣 繼續爆即可 好不好沒有打到停利點 我們就簡單續爆 應該最近就會到停利點了 應該就會上去了 OK 電子命賣11月初發 私房測試交易 選出之後隔天開高走低 V下來 有沒有要噴上去 2454連發科 2554連發科 帶電子大科 選出來之後 然後噴出去 2382的廣達電子 廣達電子 6180的童年回憶遊戲橘子 會噴的 各位 位階不高 一般人還沒有發現展客股 等發現的時候你又要開始追了 等發現的時候你又要開始追了 沒有必要 真的沒有必要 OK 學員非常單單 大象也會飛 低機器轉向訊號 噴出去 盤盤盤又噴 2103的台象 2103的台象 大象也真的也會飛 低機器低的突破訊號 有沒有效度 當然有 安心安全的賺錢機會 中華英雄選出之後 盤整一下 噴噴噴噴 301年的華麗 301年的華麗 不錯吧 這段把握的不錯 6X8半體肌肉身 1月份嚕嘎掉下來 怎麼辦 慢慢又洗上來了 我說慢慢洗上來了 對吧 這不是在成本區嗎 所以 停損停利設好 有到停損嗎 各位沒有 沒有就簡單虛報即可 沒有就簡單虛報即可 1月份跌下來 OTC跌了10% 大部分的中華型股票跌了15%到20%以上 很多 但是策略交易為什麼能夠維持這麼高的勝率 因為這一波掉下來 所有的策略交易個股都沒有達到停損點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這類型的股票就是相對抗跌 所以一旦你躲掉一次停損 他不就提供你下一次的獲利機會嗎 那不就慢慢漲上來了嗎 電源機優升 掉下來對不對 他又跳起來了 有沒有 又跳起來了 又跳起來了 所以跟你講不用擔心 因為他們都有非常好的基本面保護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策略很強到基本面 因為基本面就是一個重要保護傘 停損停利是好 市場會給你答案 對吧 這也快要回到城門區 城門附近 1月份的下沙都沒有辦法達到我們停損 後面只要漲OTC拉上去了 獲利就來了 就這麼簡單 而不是1月份好恐慌 小路車跌了18萬個沙滴 沒有必要 好不好 升級特派車1月份觸發的 噴出去 2812台中營 今年度不要小看金融股 會噴出到讓你無法相信 無法想像 原來金融5K的目標 台中營不就是個例子嗎 有沒有嚇到 台中營竟然會漲 再來 人生滋味 我說過這場歌舞康通膨 策略選出來了就照做 小路掉下來了 好可怕 彈上來了 最近呢 又要上來了 又要上來了 邏輯一樣 1月份你能躲掉1月份的下沙的盤勢 後面不就提供你賺錢機會嗎 這又要上來了 是吧 序報 神奇寶貝 法人開始發現了 外資投信都開始發現了 有沒有 沒有人知道他嗎 我說重犯很特別有人在顧 創新高 禮拜五小創新高 小創新高 法人是不是大買 對 法人大買 會不會上去 被發現了 各位很多時候都是這樣子 外資或者是投信開始大買 你才會開始發現然後開始去追 你買在他們大幅度加碼之前 後續不就等著幫人家幫我們抬交就可以了嗎 就這麼簡單 按照策略去做就可以了 再來升息特塊車2號 2號車是誰 你在市場上一看就知道了 真的不怕你知道了 升息特塊車1號是什麼 台中你2號車你自己去看就知道 選出到這邊創新高 盤整噴出 禮拜五再創新高 這就是什麼低風險賺錢機會 慢慢往上推 所以這檔個舞有價有量 你要賣幾十張幾百張都可以 隨便你買 OK 目前慢慢的往上推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的 都不是這些個舞 就是有什麼多好的產業前景 什麼趨勢挖勾都不是 我跟你講是一個方法 這是策略的方法 明日之光 對吧 禮拜四 禮拜四跟大家報告的 洗一洗 證證又要上去 今天的圖我們有更新 收個小紅K 我們有收個小紅K 各位 這個型態不錯 符合策略我就做 符合策略我們就做 就這麼簡單 明日之光 這個也有機會往上推 這個產業也是不錯的 但是重點不是它產業 永不得好不好 重點是符合策略我就做 就這麼簡單 你的操作變超輕鬆 OK 所以我們如果你有興趣 跟著我們一起學習 投資朋友們有4個服務 可以加入我們進行群組 第一個 策略教育SOP的教學 肌肉量化跟價值成長 兩次策略會交給你 第二 會有盤後分數選股長寶圖 適合基金的投資者 你想做短線炒短線的 你可以針對這些清單去做做功課 第三 會有盤後的即興的QA 跟盤後解來疑問的時間 第四 會有私房策略交易的分享 所以如果你認同我的理念 認同我的觀念的投資朋友們 歡迎聯絡小鹿金融實戰 臉書 粉絲專的小片 諮詢加入我們精選出的服務 跟著小鹿一起學習 跟著小鹿一起來努力 好 我們看完了測略交易的內容之後 我們趕快來一樣帶大家使用我們的APP 來幫大家做點功課 觀察一下最近有什麼樣的行情 是你有機會去做掌握的 小鹿千萬一下畫面給大家看 來我們來看看APP 各位我們昨天的盤後做功課 是不是跟大家講 我們做出來功課得到一個結論 記憶體 記憶體資金短線上往這地方來了 所以昨天做功課的個股是 是華邦店、望紅、南亞科、育龍、華童跟中頂 是全數的收紅 表現比較好的是在華邦店的部分 其他記憶體的各不像什麼威剛 禮拜五也表現不錯 什麼金豪科也不錯 所以記憶體的部分看起來是短線上 確實是有資金湧入 所以我們的APP是可以去幫你察覺到 短線上資金湧入的族群性 至於有些位階高的位階低的 就看你自己的風險承擔能力 你想怎麼做 我們趕快看今天的功課 來我們先從低估承擔股開始看起 一樣我們在盤勢目前相對位階低 震盪比較劇烈 各種消息面一路比較紛亂之時 我們盡量選擇位階比較低的 又是創長期新高的股票 我們現在一路看過來 比如說舉個例子 創長期新高位階又要是比較屬於中低的 中的有什麼 像東減、榮運 我們看東減好了 這散裝航運的 這個位階真的蠻低的 打了一段平台底 我慢慢開始突破了 阻力兼大買 近四季EPS1.71 還行 它雖然是有化工的 但是它其實還有一部分是散裝航運 這樣個股 你要對它有點了解 資券的部分 融資小增 主力買賣超 這個不錯 你看有沒有 買賣加速它都是負的 錢都往少數人身上擠進去了 籌碼集中度很高 5日的籌碼集中度來到29% 這樣個股可以看 我讓你東減可以看 形態也不錯 對吧 我們放到電腦上來看 1708 有沒有打了好幾個底部 突破了 外資投心都有卡位 我覺得這不錯 這不錯 我未接中間的沒有說真的很低 但也沒有說真的很高 這樣各位你可以留意 東減先稍微記一下 好不好 再來 榮運 剛才也看到了 這也是盤了一段時間之後的平台 拉出第一根 2607 也不錯 盤整完拉出第一根 各位這是高位階的股票嗎 不是吧 所以這種股票你可以透過我們的軟體 我們的APP快速的掌握到 快速掌握到 主力大買 主力大買了9955張 基本面的部分 0.79 EPS 它是屬於空運的 空運基本上轉機性比較強 轉機性比較強 就像華航長榮航一樣 他們現在的營收業績不行 但是市場的想像就是他們後續會好 後續會好 這線型也不錯 線型也不錯 轉機性題材也有 所以如果你想做短線的 榮運你也可以留意它 好不好 創長期金高位階也比較低 像這個傑波 各位這個雖然有在漲 我當然知道 各位你看傑波 我當然在 可是現在你敢買嗎 沒必要了 所以你是要找位階中低的 你才敢買 會洋這個我們講過很多天了 對吧 我們講過很多天了 這個都可以繼續看 會洋不錯 OK 再來創比較長期新高 位階又低的 大成剛是60日新高 位階也低 大成剛可以看 鋼鐵骨盆 我認為都是位階低檔 這隨時都會上去的 好不好 我們盡量我們先找長期新高 位階低的 望虹 昨天講過了 位階中的 位階低的深寶跟還有什麼 就深寶了 來看一下 各位這不錯吧 這盤了一段時間 創新高 這是創百日新高 外資投信我們都在買 這籌碼很好 這籌碼很好 亮有沒有出來 我看亮 104 亮1468張 各位亮出來 外資投信開始來 贊購你會放口袋名單 可以 可以 這隨隨上去 所以深寶可以看 位階不高 位階是低的 我看一下位階是低的 位階低的又創百日新 這個機會是安全的 好不好 如果要我選的話 這裡我覺得深寶不錯 創長期新高 位階又低 第二個 極有籌碼股 我們看極有籌碼股的功課 我們做一個功課就來先輸入好了 不然怕人家忘記 好不好 我們來輸入今天的 編輯一下 今天的是幾月幾號 0218 我們把0218的功課名單 輸入上來 好有0218了 沒按到 好 0218這個我們剛剛輸入的 像是什麼 是不是東簡 0218 好 還有什麼 榮運 2607 還有什麼 還有剛剛講到1604的深寶 還有什麼 2027的大成鋼 對吧 當然慧陽這講過很多天了 這個你第一天沒有去買就不要買了 ok 因為這已經觸發好幾天了 好 第一個策略先這樣子 對不對 0218 好 大家看第二個 第二個 這個極有籌碼股的部分 一樣創長期新高位階不高 像里周 里周其實前幾天就選出來了 好幾天錢 但這個位階那麼高 你敢追 對吧 再來創20次新高都不用看 因為現在盤沒那麼穩 如果盤很穩的話 創20次新高都可以看 但目前不是 現在可能要創成長期新高 新興 創百日新高 可是位階高 有沒有 華旺電子講過了 華旺電子講過了 你一樣繼續看 華旺電子的部分 再來傑波高位階的 華旗 華旗是低位階 但是量比較小 這是鋼鐵嗎 鋼鐵業 EPS很好 鋼鐵業 然後你看它的殖利率也不錯 本益比又低 EPS高 這也是慢慢持續電高上去 我們慢慢墊高上去 今天有粗量 這也不錯 華旗可以看 華旗 然後 惠陽講過了 玉龍這也講過了 有沒有 上期這也是最近講過的股票 我們盡量就不講之前講過的股票了 你可以做功課 因為這就是位階低 我們盡量以今天第一天選出來的好了 不然怕股票數量太多 所以我們稍微修正一下 惠陽這個之前講過了 我們就先刪掉 把今天新入榜的把它落進來 好 我們再來看 應該沒有了吧 對吧 剛剛講過創百日新高的 OK 華幫之前講過的東西 華旗 好華旗加入一下 我沒講過的 5015 好的 再來 天羅帝王 天羅帝王今天選出股票蠻多的 OK 我們一樣就先鎖定什麼 突破長期新高 然後機齊低的 不要漲到天上的 東檢剛剛看了 然後帶領 好幾天前都選出來了 未接中 但是這好幾天選出來 我們就不看了 之前都選過了 細微 看一下 這也不錯 底部再打出來了 外資連買 主力也有在買 基本面部分也還行 這個IC的上游 IC的上游 這樣各位也可以看毛利好高 毛利80% 買賣加上 你看籌碼超級重 買賣加上全部都是負的 這籌碼很好 這個可以看 如果你想要更快的加入自選股的話 右上角一個小加號 點一下 加0218就好了 好不好 就這樣細微可以看 再來還有嗎 華幫店看過了 統一石 統一石 這也不錯 這現行好 安全的股票不追高 各位你不要追高 不追高 這個都好用 這APP很好用 投信 外資 我看主力有沒有在買 有 連三買 買賣交差連三天付的 重買是真的有開始集中起來 我重買集中度有拉起來 EPS近視器0.9 本益比也不高 本益比不高 他是做傳產的 做那個 平民罐罐 我平坐平民罐罐的 我沒記錯的話 然後一樣加進來 好再來 統一石 然後 惠陽華通這老牌的 這講過了 好不好講過我們就 我們只納入新入榜的 南亞科 之前講過了嗎 中鼎 這也是講過了 我們講過好幾天了 好不好 這都慢慢推的 好股票 開發金 育龍這也講過的股票 宏冠店我說過 這個併購題材不用看它 所以真正新入榜 之前舊入榜 大家都還可以看 按照紀律去操作 新入榜的股票來講的話 大概就這幾檔 好不好 東檢榮運 深寶大成鋼 華旗細微 跟統一石 我們一起用電腦快速幫大家run過一次 來看一下第一個 1708東檢 東檢不錯 各位 盤完長期的底部之後 開始出現明顯突破訊號 其實所有的散裝 你看所有的散裝 散裝的籌碼 像是惠陽 我覺得籌碼很好 我們是不是選出來之後跟大家報告了 對吧 是不是這件選出來 什麼就選出來了 這超強的股票 底部位階也不高 不是要你去追掌到天上 這就是底部位階比較低的股票 所以我認為 東檢也慢慢開始受到散裝 航運的這整個族群性的帶動 也慢慢開始往上推 這種股票是ok的 好不好 你有興趣操作的 你當然要去用紀律化的方式去做 具體上什麼叫紀律化的操作方法 小鹿之後會在APP裡面的教學專區裡面 去教你什麼叫做操作的SOP 這些個股 這些選出來之後 你是有SOP可以去操作的 也就是哪裡買哪裡賣 一清二楚 你就一直複製下去就對了 因為這些方法都是小鹿經過量化的回測 去設計出來的 所以這些方法基本上是固定的 怎麼買怎麼賣 非常清楚 我們這個地方就先跟大家報告 這種股票你可以做留意 你可以做留意 ok 在2607的榮運 這是一樣的航空股票 拉了一波上來 打了一個長期底部 榮運要開始拉上去 然後今天爆炸量 3萬張 這也不錯 底部打出來第一根 榮運你也可以留意 好不好 申寶剛剛看過了 2027大成鋼 不錯 底部打出來 外資投信籌碼都在 大部分籌碼比例 連續兩週攀升 這形態隨時也要上去 有沒有 隨時也要上去 這裡都非常不錯的好股票 ok 再來5015的話其實量比較小 不過是慢慢穩穩好 慢慢穩穩 往上推的好 優質好公司 這種斜率 你可能覺得小路用斜率 我不敢追 他其實也沒漲多少 也沒漲多少 但是如果你不敢追 那你沒關係放棄他就好了 6231的細微 位階第一 各位這是在天上的股票嗎 不是 所以我們的APP 不就幫你快速掌握 不在天上 又突破轉強訊號嗎 不是嗎 這樣就超方便的 好不好 就是超方便 所以APP好用 我是真的很好用 所以打完底部出來 又要上去 外資連買 這種股票我認為ok 底部打得很明顯 有沒有 底部打得很明顯 這個也會隨時會衝上去 好有興趣操作 不追高的可以針對這些個 我現在會再做一下研究 你想怎麼買賣 你想怎麼去做操作 9907同一時 這個好說真的 這麼多股票裡面 如果你真的要我推一個 比較安心安全的股票 我自己可能會優先 會先看同一時 有沒有 打出平台創收盤新高 然後外資又大買 這形態不錯 形態不錯 基本面也不錯 對吧 然後籌碼也不錯 主力連三買了嗎 是吧 投信外資都有卡位 投信這天買幾張 投信2月17號這一天 總共是買了246張 所以投信有進來卡位 外資進來卡位共襄盛舉 所以這種股票雖然 可能波動度比較小 但是我認為它是 安心安穩賺錢的機會 這樣我就會 多留意它一下 好不好 所以大家今天功課 做這幾檔 好不好 1708東減2607的榮譽 1604的深寶 2027的大升鋼 5015的滑溪 6231的細微 跟9907的同一時 OK 這是我們今天做功課的標的物 所以如果在下一周的投資 或近期的投資 你想去做操作的話 你可以多加留意這檔股票 多加留意這檔股票就可以了 OK 我們來回答一下學員的問題 學員問題 大概只有兩個 一個是問小路 一個是問小路說 智商的假特是不是 智商假特值不值得去做申購 你要去申購特別股 基本上你要去研究一件事情 這間個股本身原先的公司 它的獲利能力好不好 穩不穩定 配息大不大方 像智商是屬於電子通路 這個族群的共同特色就是 高EPS跟配息大方 所以其實以這樣的角度來看 事實上去年 全年應該可以賺到9塊錢左右 9到10塊錢 所以本一筆低 然後配息又超級不低大方的 大家可以賺4塊9 殖利率現在 連原先的股票都有大概9%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它的特別股 你是可以留意的 因為公司本來就老牌又穩定 它的特別股是殖利率4.5%的利息 4.5%我沒記錯 我看一下應該4.5% 4.5%的利息 配給你每年4.5% 其實它是屬於非累進行的特別股 也就是如果它今年特別股 發不出股利的狀況 它明年也不會補發給你 但是這種公司發生的機率比較小 因為它本身就是個老牌穩定的公司 不太可能特別股發不出股息來 除非公司的本質本身就很爛了 所以才有可能發不出特別股的股息 因為特別股一定會優先處理 特別股的概念比較偏向於債 所以它會優先處理特別股的問題 所以特別股是相對 普通股也絕對是安全的 OK 所以基本上它不太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我認為是安全 再加上它目前的配息 配股獲利能力都很好 所以我認為它風險真的不大 可以去申購 可以去申購它 好不好 再來有詢問到9941的育龍 這我們做功課是不是跟大家講到 我說這種個股 你去看所有的汽車融資的龍頭 659或的合潤 你沒發現合潤這麼強對吧 汽車融資的 5871中租 大盤在跌的那一段 好像跟他們沒什麼關係 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這類型的股票就是什麼 隱藏的受惠升息的股票 一般人不知道 一般人以為升息的就是銀行股 其實它有個隱藏冠軍 就是這一個 好不好 汽車放貸 汽車融資來講的話 基本上以1月份的育龍來看 1月份營收歷史新高 YY11個百分點 機器已高還能成長11% 非常的好 公司字節去年的EPS是14.91 獲利也非常好 創歷史新高 同時它的配息率大概都有70%以上 你按下計算機殖利率 現在大概都5%以上 其實也不錯 展望在今年我自己認為是 因為升息開始了 它的利差會放大 利差放大 中央之下 育龍的獲利數字會更上去 更上去配息就會配更多 殖利率就會更高 吸引資金買盤往上拱 所以這種 我認為你想做長線的位置 我認為長線可以做 我認為長線可以做 好不好 長線這是可以做的股票 但是分批買 分批買如果你想做長的 所以這個就分批買 你規劃一下 比如說剛創新高 小買一個部位 掉下來月季線再買個部位 掉下來季線半年線 再買個部位 基本上你就完成你的佈局了 基本上這種個股沒什麼風險 長期放著 我再放零股利 應該都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不好 今年度你要多注意一個邏輯 就是零股利後續賺加差這個邏輯 你才能安心安穩賺錢 今年度你不要想著 整天衝來衝去 那風險很高 好風險很高 今年度你要特別小心這個重點 ok 那不知道該怎麼去規劃選股的 不知道該怎麼去做操作的 你可以加入我們經驗群組 跟著小路一起學習兩支策略 你也可以留意一下我們的APP 隨時要三月份 三月初要有一個發售的預購計畫 歡迎大家跟著小路一起學習 跟著小路一起來努力 ok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內容 就跟各位同種服務到這地方 那也算邀請大家 如果你認同我的理念 認同我的觀點的投資朋友們 歡迎聯絡小路金融實在臉書 粉絲專案的小編諮詢 加入精神圖主的服務 那如果你覺得今天影片內容 有幫助到你的話 再幫小路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你的小鈴鐺 我是小路 我們下週一見 拜拜